《八年六班》 我是《八年六班》的曹欣迪 每一次考完试 都会有一个男生 在考场门口等我 如果我们不在一个考场 他就会在校门口等我 如果在校门口 他没有找到我 他就会给我发信息 直到找到我为止 这个人就是我的临桌陈卓 可是他之所以千方百计地 要找我 只为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跟我对考试答案 对考试答案 对答案 就对答案呗 他还要把我所有的错误都挑出来 挑出来还不算 还好心地帮我算算 扣了多少分 比我高 他就幸灾乐祸 没有我高 他就像宣战似的对我说 你等着的下次肯定超过你 都把我整崩溃了 特别影响心情 导致下面的科目也考不好了 所以今天我想对陈卓说 陈卓 我今天想跟你做一个约定 不要一考完试 就来找我对答案了 可以吗 尴尬的咳嗽了一声 我答应你这个需求 但是吧 我觉得你有的时候 要把你这个心态放开一点 就是 你想 我自己一个没你学习好的人 都填脸过来找你对答案了 那你说你要错了 你还能错得有我多吗 我要错了的话 我也没说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 你这个心态应该放开 还有一点原因 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失误 我为什么给你挑出来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失误很罕见 我给你挑出来 我就感觉有一种 很庆幸的感觉 妈 我居然给陈卓 你一挑出了个错误 之后 对于你这个以后 在大考当中 不找你对答案 我能做到 我也能保证说 我不会影响你的考试心情 下一次等你 我绝对不会是因为 找你对答案 而我会在门口等着你 咱们俩一起讨论 我不会的题 行吗 好 陈卓 你总说 你自己是一个 诚信的男人 我希望你不是在骗我 可以吗 陈卓 可以 但是我还是有话 想对你说的 你说 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个世界上没有长盛的将军 你应该放松自己的心态 而不应该那么去紧张 或者说那么去在意 自己的那次失败 因为他失败乃成功之母 你下次一定会成功的 行吗 好 好 陈卓虽然今天我也算是在吐槽你 然后你也给我上了一课 我还是想对你说 陈卓 你是我到现在为止 遇到过最好的灵卓了 谢谢 谢谢 远然看到了一个学霸和一个特别皮的男孩 做同桌的时候那个样子 我有可能不会再去做这种事 因为我觉得对他影响好像有点大 然后我怕我们班第一发挥不好 我们班成绩就下降了